安徽黄山风景区山顶的厕所、餐厅等地挤满了过夜的游客 网友真的是纯属美苦硬吃 中国十一期间放长假 大批民众出游 大陆各知名景区被挤爆 下面这位网友讲述了在黄山游玩时人挤人的体验 黄山人山人海 这应该是十一假期最热闹的旅行了吧 人头攒动 摩肩接踵 简直是大型人类迁徙现场 想拍个美美的风景照 先排队 然后祈祷别被路人甲乙饼钉抢劲 想找个地方休息 先抢座位 然后祈祷别被旁边的大爷大妈的旅游广播吵醒 想体验云海奇观 先问问自己 你确定能挤进观景台吗 想吃顿热乎的饭 先问问自己 你确定能在排队大军中坚持到最后吗 这才是真正的黄山十八弯 十八弯十八遍 弯的不止是路 还有你的耐心和体力 不过 人山人海也自有乐趣 听着各地方眼交织 看着大家脸上洋溢的兴奋 这何尝不是一种特别的风景呢 黄山丰景区人流量很大 由于很多酒店无房可定 不少游客选择在厕所 餐厅等地挤着休息 在相关评论区 很多网友表示不解 穷游可以住青年旅行社搭帐篷 而不是睡厕所酒店都没定到 为何非要去挤 工作人员表示 景区不建议睡在厕所里 黄山丰景区是没有夜游的 是有营业时间的 去年五一假期时 曾有网友发布黄山有大量游客 挤在厕所过夜的视频 视频显示 许多人在厕所里过夜 有人盖着毯子 有人穿着单衣坐在地上 现场还有语音提醒 如果您执意夜宿 请您遵守公共秩序 不要影响他人正常如厕 假期期间的旅游景点 一般都是人满为患 江西上饶 有一个叫三清山的国家级景点 也是一样 三清山有三座山峰 像四三位神仙坐在山巅上俯视全景 最高的一座山峰 足足1800多米 这里不光海拔高 有的地段非常陡峭 短短五公里的路 海拔相差1600多米 10月3日 由于游客太多 上万名游客被困在原地 长达好几个小时 当时温度只有14度 为了方便爬山 有的游客穿的是短袖和短裤 有的游客高喊退票 大家认为景区为了牟利 卖的票太多了 景区已经容纳不了这么多游客了 应该限制客流量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 国庆假期第三天 不少游客选择前往三清山 想要一睹这座道教名山的秀丽风光 然而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下山时却遭遇了所到拥堵的尴尬局面 几万人挤在一起 原地不动几个小时 冷风吹得瑟瑟发抖 一位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吐槽 从游客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天色已黑 游客们挤在一起 场面十分混乱 据这位游客介绍 当时气温只有14度 很多人穿着短裤短袖 冻得直打哆嗦 另一位游客则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排队经历 8时10分等 区间车就等了1.5小时 然后拿号排队 12时才坐上锁道上山 本以为下山会顺利一些 没想到14时40分就开始排队坐锁道 一直到18时才到山下 光排队就花了近8小时 真是太崩溃了 不仅如此 现场还有游客高喊退票退票 表达不满情绪 一位游客在视频中喊道 绝境在三清是这样来的 几万人上不了下不了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去看山的游客很多 去看水的游客也不少 在山东济南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拳的暴突拳 他以其清澈见底的泉水和独特的自然景观 吸引着众多的游客 在放假期间 暴突拳也被挤爆了 有的游客幽默地说 今天暴突拳的人比喻还多 不少游客表示 为了能够在暴突拳前短暂停留并拍照留念 他们不得不忍受长时间的排队等待 有游客调侃说 看拳两分钟排队两小时 这个暴突拳感觉要被袭击了一样 全部的人都涌进去了 抵不进去 我这个后面就是暴突拳 据报道 10月1日暴突拳和大明湖两大景区 共吸引了超过16 63万名游客前来游览 场面一场火爆 大陆经济形势不佳 工作不好找 大家收入减少 可是为什么到了节假日 各地的旅游景点却一场火爆呢 一方面 越来越多旅游公司和景区 推出了优惠政策 如门票打折 低价旅游团等 这使得旅游变得更加经济实惠 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另外 现在穷游的人也越来越多 很多人到另一个城市游玩 晚上搭卧铺火车过一夜 第二天白天直接游玩 就省了住宿费 如果实在需要住宿的话 就多喊几个人 大家挤挤平摊 网友伯杰出来自驾旅行有两年了 他说他旅行主要花费在四个方面 吃住行还有景区门票 他说自己穷游一个月要花2200块钱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视频 我一路很少很少进景区 景区的门票一个月不超过100块钱吧 第二就是住 住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一般都住在车里 因为穷游基本上都是改装自己的小床车或者房车出来旅行 基本上都在车里住 如果需要洗澡的话 差不多有半个月住次宾馆 都是找那些在网上团的一些比较便宜的宾馆 一天几十块钱吧 或者住那些青年旅社 青年旅社便宜一些 大概一晚上30到40 不过里边都是那种四人间或者六人间 就像大学宿舍一样 没有独立的温床间 但是环境还可以 环境还可以 里边住的都是那些 要么骑行的 要么徒步的 都是那些年轻人 而且气氛还是挺不错的 住的话我一个月费用大概就150块钱 住两次宾馆 也可以忽略不计 下来就是吃跟行 行的话 主要就是加油 因为出来自家旅行的人 大部分大部分都是走国道 很少走高速 因为走高速的话 也没有什么风景可看 只能赶路 所以我们又不赶时间 几乎全成国道 走国道 你可以经过一些村镇 可以买补给 可以了解当地的人文 反正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也特别有意思 加油了费用 主要看你的车油耗高不高 你每个月跑的公里数多不多 我的车是百公里 一公里四毛钱 跑的多不多 刚开始刚出门的时候 每天跑几百公里 跑比较多 但一到一个目的地 到一个环境好的地方 就像这个地方 我在这待了第三天了 所以说一公里没有跑 我出来四个月 差不多跑了一万公里 平均一天的话 一天不到一百公里 一个月的油钱 大概一千块左右 一千块应该能够 下来最后一项就是吃 吃其实我也没有说天天自己坐着吃 因为一个人做饭 也不是特别方便 比如到当地 到云南 或者到磁砖 还是喜欢吃当地一些小吃 真的比自己做的吃要既方便 还好吃 网上有各种游玩攻略 介绍如何省钱 比如周末两天 跑完十几个风景区 吃遍几十种美食 下面这位网友介绍了一下 如果只有一天的时候 如何打卡峨眉山上的景点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峨眉山 想看看举世闻名的经典 那么你一定要收好我这份 省时省心省力的峨眉山 一日游公园 对您一定有帮助 早上乘坐高铁到达峨眉山站 出站就有直达雷动平的大巴车 全程两个小时 往返九十元 自家车可以把车停到 零公里停车场 再花四十元坐景区大巴 到达雷动平 峨眉山景区门票一百六十米 下车后 不行一公里就到达了接引店 中途会经过猴子出没的地方 只要距离不是很近 就没有什么危险 甚至还可以驼为猴子 到达接引店后 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或者坐锁道上山 徒步需要花费两到三个小时 全程六公里 锁道上行六十五 下行五十五 建议体验一下峨眉山 能容纳一百人的锁道 人多的像极了晚高峰时段的地铁 缆车上的景色 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下了锁道之后 不行五分钟就能到达金顶 可以在这里烧香礼佛 给家人祈福 这里也能看到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十方普贤菩萨 在阳光的照耀下 金光闪闪散发着佛光 很震撼 至于能否看到金顶 天气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在晴天或者晴转多云的天气来游玩 不然您看到的全是雾 来啦也等于白来 游览一段时间之后 就可以原路返回下山了 穷有的人一般都是坐地铁 公交 很少坐飞机 不过有时也会遇到飞机票特别便宜的情况 为什么机票越来越便宜了 这是因为航司要回收成本 你要知道不是每一趟航班都能坐满 但是每一次起飞都要耗成本 所以往往越临近出发时间 有的航班反而越来越便宜了 那是因为航司把这些空座位 打包分发给第三方平台 用低价来吸引用户 下面这位网友介绍了如何才能买到便宜的机票 他说买票的时间很重要 现在怎么还有人在原价买机票 今年我去了这些城市 飞了这些航线 我落死后虽然说时间自由了 但是钱也不能像流水一样的话 所以为了买便宜机票 我真下了不少功夫 现在这经验也嘎嘎地 人花一千多买的机票 我坐在边上只要二百 而且每次的座位都和商务舱一样宽松 刚下飞机赶紧来和你们分享一下 买票时间周二三点以后 周三晚上十二点以后 周日晚上八点之前 和晚上十点之后 这段时间买的机票价格 普遍会便宜一个四五百 甚至还能刷到以前买不到的票 开万千万不要在周五晚上买票 周五晚上的票价格要翻倍 旺季的机票一般都是一直在涨价的 尤其是一些热门航线 所以在旺季基本上就是早买早享受 平常时间提前一周定就好 直飞飞行时长大于三小时的 提前一个月买 飞两个小时内的提前一周到15天买 最划算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